三个盗墓贼为了寻找传说中的墓尘珠 打开了一具封存已久的棺材 看到棺内的女尸竟肉身不服 他们随即从女尸口中取出了一颗暗红色的珠子 可就在三人以为这就是他们苦苦寻找的墓尘珠时 女尸却突然出现了腐败的迹象 男人见状瞬间意识到 这只是一枚保持尸体不服的定尸单 于是立马将其放回了女尸口中 这才没有导致尸体消散发生变数 然而就在他检查棺内的时刻时 一旁的同伴却不小心触发了墓内的机关 原来他们并非普通的盗墓贼 而是四大盗墓门派中的班山一脉 身为现任魁首的这股哨 为了找到牧尘珠解除族人身上的诅咒 已经带着花铃和老洋人踏足了数十个古墓 而他们的下一个目标 便是位于平山的元朝大墓 如今军阀混战 名不聊生 四大派中卸领一脉的魁首陈玉楼为了救济难民 不惜打开自家粮仓放粮 但无奈涌入湘西的难民实在太多 眼看粮仓即将见底的陈玉楼也是有心无力 统帅湘西军力的老罗知道 陈玉楼的眼睛得到了祖上真传 能暗中事物 便是天下珍宝 于是以寻得宝物充实军备 更好保护湘西百姓为理由 邀请他和自己一起进山探宝 接着老罗还拿出一块八四八纹虎头圆斧牌 说这是从老熊岭一带的一个苗寨里得到的 陈玉楼一眼就看出这是元朝独有的物件 虽然他对寻宝不太感兴趣 但为了保护湘西百姓的安全 陈玉楼还是答应与他去老熊岭一探究竟 等来到老熊岭 陈玉楼决定先带着红姑娘与昆仑二人 到附近的苗寨打探一下 其余谢岭丽氏和士兵则在山下待命 可谁料几人刚走入苗寨 便被一群苗人们围住了 显然这些寨民对外来人十分警惕 陈玉楼见状连忙谎称他们是行脚商人 是来此换一些山货的 好在一个会说官话的男孩听懂了他的意思 这才让苗人们放下了戒心 为了感谢这个名叫小龙的男孩 陈玉楼本打算将福牌送给他 可谁料小龙却根本看不上 说是附近一个名叫平山的地方 到处都是这种玩意儿 那平山就像个到了半截的瓶子 除了我们老兄娘 听到此话的陈玉楼顿时来了兴趣 想要小龙带他们去平山看看 但小龙却说那个地方很危险 相传山里不但有吃人的怪物 那个元代大将军更是一具湘西师王 然而陈玉楼一行人根本没当回事 最终用一筐岩作为交换 让小龙带他们来到了平山附近 看到平山的山顶上居然有彩色的雾气 陈玉楼更加确定 这山里一定有座装满宝藏的大墓 这时原本晴朗的天空突然电闪雷鸣 似乎是要下人征仗 陈玉楼问小龙附近有没有可以落脚的地方 打算明天走近一点看看平山 面对凶神恶煞的老罗 小龙只好交代附近有一处船馆 也就是停死人的翼桩 但传闻那里面有个耗子二姑 每当夜幕降临就会出来吃人内脏 但众人显然没有把他的话当回事 陈玉楼更是表示自己根本不怕鬼神 然而谁料他们刚走进船馆 唯一的事情并发生 相传在停死人的翼桩过夜会遇到不干净的东西 但作为四大盗墓门派中泄领一脉的鬼神 陈玉楼又岂会害怕所谓的鬼神之说 他用自己独有的夜视眼巡视了一番后 发现翼桩中除了停放在两排的棺材 和一座奇怪的雕像以外 并没有任何圣人的地方 然而就在这时 有个棺材里突然传来了一阵刺耳的声音 就好像有什么东西 在用指甲刮擦着棺材板一样 为了彰显自己魁首的胆量 陈玉楼一点点靠近发出声音的棺材 并做好了应对突发情况的准备 在众人狐疑的目光中 陈玉楼缓缓推开眼前的棺材板 然后探头向里望去 一只猫而已 果然不愧是谢领一脉的魁首 差点被一只猫吓出心脏病 看着棺材中早已腐化成白骨的尸体 陈玉楼猜测这里的大部分尸体 应该都是客死他乡的伤客 而赶尸将基本半年才会来运一次尸体 于是陈玉楼叫来手下花马馆 让他修补修补关内的尸体 好让这些死者的亲人能收个全尸 为了找个能睡觉的地方 老罗独自一人来到了后院 他在一间废弃的房间内 发现了许多沾满灰尘的符咒 就在他那么这些符咒是用来干嘛的时 突然 救命啊 听到尖叫声的众人立马赶到后院 发现原来是一具尸体倒下压住了老罗 陈玉楼从詹有静师傅的牌位上得知 这具尸体就是这个藏管的首尸人 他生前是从外地远嫁而来的汉人 按照这边的习俗 外嫁来的女人需要湛江三个月才能入关 所以才被赶尸人摆在了这里 陈玉楼环视四周 发现这间房子里还算干净 便决定今晚就在这里过夜了 然而一旁的小龙却说 这个女人就是最近村里人说的耗子二姑 专设人心魄吃人内脏 不断祈求他们赶紧离开这里 可老罗偏不信这个血 还掀开了尸体脸上的白布 结果没想到 这个女人的面容真的长得跟耗子一样 看着不断下跪磕头的小龙 陈玉楼反倒同情起了这个女人 显然是债民经常拿她丑陋的面容来吓唬小孩 这才有了所谓的耗子二姑 就在几人闲聊时 天空突然传来一道小龙 刚刚藏在棺材里的猫竟又出现在了这里 一跃便跳到了尸体的肩上 陈玉楼见状刚想将其赶走 可谁料小猫不但不跑 反而当着他们的面 咬下了尸体上的一只耳朵 看到这只差点让自己出丑的猫 竟当着他的面破坏尸体 这让本就憋屈的陈玉楼更加来气了 拿起手中的匕首就扔了过去 却不料被小猫一个闪身轻松化解 不信邪的陈玉楼当即便追了出去 是要将小猫抓住出气 不知不觉间 陈玉楼越追越远 等他反应过来时 才发现自己来到了一片杂草丛生的树林 而他的身后是一处阴森恐怖的乱葬岗 陈玉楼小心翼翼地转过身 发现刚才还活蹦乱跳的小猫 此时正有气无力地趴在那里 就在陈玉楼疑惑不解时 前方的坟墓突然传来一阵响动 接着 一只巨大的梨子从墓背后钻了出来 看到小猫被梨子开膛破肚吃掉了内脏 陈玉楼这才明白 原来寨子里传闻的怪物就是它 直到梨子近视完离开后 陈玉楼这才小心翼翼地走上前 捡起被猫雕走的耳朵 可就在这世诡异的一幕发生了 陈玉楼突然感到一阵头晕暮血 很快便四肢无力地倒在了地上 这时 墓背后又出现了一道人影 带她走进后 陈玉楼才发现 这个面相丑陋的女 正是一桩里的那具尸体 眼看女人的力爪不断伸向自己 无法动弹的陈玉楼 只能惊恐地睁大眼睛 危急关头 三个带着斗笠的神秘人及时出现 三两下便解决了由梨子幻化的女人 而这三个神秘人 正是半山一脉的魁首 这姑少和她的两名同伴 这姑少告诉陈玉楼 她这是中了梨子尿的毒 过一会她的手脚便可以动了 临走前 他们还留下一只弓箭给陈玉楼防身用 半山一脉本就擅长竖法 这姑少更是凭借枪法准 善口机而闻名 这姑少为拯救族人 同师弟老杨人与师妹花灵 四处探寻木陈珠的下落 而平山就是他们最后的线索 第二天 陈玉楼带着梨子的尸体回到船馆 好面子的她 进门前还特意整理了一下仪容 说自己昨晚碰到鬼打墙迷了路 所以才当得这么久才回来 看到陈玉楼安然无恙 对此众人也没再多问 时间来到下午 昆仑与杨复官也带着大部队赶到了船馆 老罗决定一鼓作气 立即启程进入平山 而屡屡丢失面子的陈玉楼也表示同意 想要快点在平山墓穴中展现自己的能力 看到平山脚下竟有一个巨大的深谷 陈玉楼让老罗向崖下连放三枪 生来便无感敏锐过人的她 此刻将闻自觉中 听风听雷的闻山变龙之法发挥的淋漓尽致 随着老罗的第三枪打完 陈玉楼也变出了深谷之下的地形 下面似乎有几条地道和三座地宫的轮廓 而其中最大的地宫 就在这山巅裂开的深谷之下 这时红姑娘在一旁的草丛中 发现了一个鬼谷碎碎的 红姑娘使出自己的飞刀绝技 却都被那个男人一一化解了 就在两人打得有来有回时 陈玉楼这才发现 红姑娘的对手正是昨晚那个救她的男人 她连忙上前阻止 却被躲在暗处的老洋人以为这股哨有威胁 好在这股哨及时出手 化解了老洋人射出的飞剑 随后双方在表明了自己的身份后 这才解开了其中的误会 虽然班山谢岭同属于四大盗墓门派 但他们却并没有太多往来 如今两人的目标都是深谷下的大墓 陈玉楼本想与其拉近关系一同探宝 可这姑少却表示 班山一脉进墓只为掌墓沉珠 而谢岭一脉则是开山寻宝 所以拒绝了她的邀请 听到此话的陈玉楼也不再多说 立马召集所有谢岭立士 做起了下墓寻宝的准备 这些看似只有一米多长的铁高 居然能拼接出一架长达数千米的梯子 而这便是四大盗墓门派中谢岭一脉 用来下墓探宝的利器蜈蚣挂山梯 只要将组装好的梯子用铁链固定在地桩上 便能顺势而下直达下面的万丈深渊 由于其形状长得十分像蜈蚣 所以因此得名 做好准备工作后 陈玉楼决定先带着三十名兄弟下去一探究竟 与此同时 一旁的这姑少也带着师弟做起了准备工作 跟善于用气的谢岭不同 班山一脉靠的全是自身的胆量和身手 虽然峭壁上到处凹凸不平 还经常有碎石落下 但这姑少两人却如履平地 没有受到丝毫阻碍 随着时间一点点过去 众人同时抵达了位于谷底的大殿 在环视了一圈后 红姑娘发现刚才下来探路的两名兄弟不见了 任凭她怎么呼唤都没有回应 此时 这姑少两人也注意到了屋顶的奇怪痕迹 仿佛有什么巨物曾在这里活动过一样 看到旁边有个直通殿内的大洞 陈玉楼猜测之前的两人应该是提前下去了 从大殿中的物件来看 这里确实是元带的一处大幕 就在众人高兴之际 他们在地上发现了两套谢岭丽氏的衣服 和一摊粘稠的绿色液体 而这衣服正是之前失踪那两人的 还没等众人反应过来组合时 一名谢岭丽氏突然发出了一阵惨叫声 只见他面部开始急速 不到半分钟便化成了一摊绿色液体 接着大量的蜈蚣从四面八方涌入殿内 凡是被咬的人 无一例外都化为了浓水 一时间地宫内哀嚎四起 众人健壮连忙用火把驱赶 可奈何蜈蚣实在太多 他们根本抵挡不过来 陈玉楼下令赶紧撤了 自己则留下来为兄弟们争取时间 这时大殿突然出现了拍摆 一根巨大的长重柱进尺朝陈玉楼走去 危机关头 力大无比的昆仑用身体扛下了柱子 陈玉楼健壮刚想上前帮忙 而陈玉楼岂会丢下自己的兄弟 转身打碎地上的煤油灯去走蜈蚣 接着把两根铁岛连接在一起支撑石柱 将昆仑从里面拉了出来 屋顶的这股哨剑状也连忙伸出援手 这才成功救下了两人 逃出大殿的众人不敢有丝毫耽搁搁 赶紧爬上蜈蚣挂山梯离开了阵 在爬行的过程中 一名谢岭兄弟发现了一株极其罕见的灵芝 而陈玉楼为了不空手而归 也同意他将灵芝摘下来 可谁料那人的手当触及到灵芝 灵芝立刻变成了无数细小的粉末 吸入粉末的两人顿时感到温身无力 纷纷脱手坠下了悬崖 看到陈玉楼迟迟没有上来 这股哨只好决定再下去一趟 可突然谷底妖风四起 无数飞沙走势从下面吹了上 并且其中似乎还有一道类似于无冰的身体 就在众人震惊不已时 陈玉楼也随着妖风被甩到了地面上 精通药里的花灵在检查了一番后 发现他只是晕了过去并没有大碍 一向心性高傲的陈玉楼怎么也没有想到 他竟也有失手的一天 为了不让兄弟们寒心 他只好再次寻求这股哨的帮助 而这股哨在看到他有情有义的一面后 也欣然答应了他的请求 不过在下幕之前 他们得先找到克制毒虫的办法 相传前朝有好几个皇帝 曾在平山用药炉炼丹 时日已久 留下来的草药金石便散入土石 这些山里的毒虫平日就相互吞噬传毒 更借着药食之力变得奇毒无比 所以一般的解毒药物和食灰 根本起不了太大作用 看着这些跟随自己出生入死的兄弟 陈玉楼感到十分心疼 在给昆仑包扎伤口时 昆仑不断地笔划着手语 表示自己会永远保护他 但陈玉楼又怎么忍心让兄弟为自己受伤 随即嘱咐昆仑今后无论发生什么 都不要把自己搭进去 然而此刻陈玉楼怎么也不会想到 几天后自己的一个错误决定 将会直接导致昆仑的牺牲 第二天 这姑少从小荣口中得知 他们寨子里有个老洋农金常来平山采药 却从没有发生任何意外 得知此事的众人决定再等两天 让这姑少带着老洋人和红姑娘 去小荣的寨子走一趟 看能不能找到克制毒虫的办法 荒郊也领经线数十个类似人头的东西 而这些圆球正是少有人知的北瓜 不同于吃的其他三瓜 这北瓜仅生长在一地穷山恶水之处 又被称作尸头蛮 是由死人的怨气所结 他们在这里挖出了这么多的北瓜 可见此地以前死了很多人 阴气甚重 说不准地下就有深藏玄机的宝藏 就在陈玉楼为众人解惑时 一颗尸头蛮突然动了起 陈玉楼刚用刀将其劈开 里面顿时流出大量鲜血 接着一只蜈蜈赫然出现在了众人面前 大家不用大惊小怪 只是毒虫贪粮寄身于瓜内而已 自从送别完寻找克制毒虫之法的这不少 陈玉楼便使用文帝之术 寻找起了其他进山的办法 最终在一番摸索后 陈玉楼探出这块地下面是中空的 说明这下面很可能就有通往墓穴的勇道 如今尸头蛮河无功的出现 更加证明了这下面就是大墓所在的地方 听到此话的老罗越发激动 赶紧吩咐手下继续挖 没过多久 士兵们竟真的挖到了一道石门 上面用古转写着密密麻麻的小字 有不少都是对擅闯古墓者的诅咒 看到老罗迫不及待地想要炸开石头 拐子连忙劝说陈玉楼应该从长计议 等着孤少几人回来后再决定 眼看陈玉楼开始犹豫 一旁的老罗赶紧上前拍起了马屁 表示以陈玉楼的能力 不需要班山一脉的帮助也能探饱 本就心性高傲的陈玉楼听到此话 更加不好打退堂鼓了 于是只好炸开石门 带着众人准备进去探饱 为防止墓道里有机关 陈玉楼让人先用鸽子探 结果发现里面果然有机关 直到弓箭射净 一只鸽子平安飞回后 众人这才放心继续前进 来到一扇紧闭的大门前 几名谢岭力士刚踏出几人 门旁的机关便不断喷射出 类似于硫酸的毒水 好在几人及时用特制的皮盾进行抵挡 这才没有受伤 眼看这样喷下去也不是办法 昆仑脚踏皮盾愉悦而起 奋力劈开了门上的锁链 随着锁链的吊灭 两旁的毒水也戛然而止 门后是一处大型的圆尺 九个棺材纷纷摆成一个圆形 将一口巨大的玄关围在了中间 能摆出九星捧月的阵势 显然这玄关中的人生前地位不低 为了安全起见 陈玉楼嘱咐众人在没有他的命令之前 不得碰这里的任何东西 老罗虽然嘴上答应 但还是按捺不住激动的心情 和手下打开了其中的一个棺材 可只想找到宝贝的老罗 根本不管他的警告 执疑要看看棺材里的东西 结果没想到 这些棺材里居然都是空的 这时 物学中突然响起一阵轰隆隆的声音 显然是这里的机关被触发了 陈玉楼剑撞赶紧发起撤退 可最终还是晚了一步 看着眼前这块厚重的石门 就在众人不知道接下来该怎么办时 一支工程用的弩箭突然从上方射了 瞬间便打散了他们的阵型 还没等众人缓过神 无数弓箭就像下雨般 又从四面八方射了过来 众人箭撞连忙寻找掩体 可这些弓箭就像射不完一样 他们根本抵挡不住 直到此刻陈玉楼才反应过来 原来这里并不是目的 而是一种名叫汪城的陷阱 专至那些静目寻宝之人 直到十分钟过后 四周的箭雨总算停了下来 众人这才有了喘息的机会 不服气的老罗还朝上面开了一枪 可就在他们以为是机关中的箭射完了时 城墙上突然又传来了动静 并且这次还是燃烧的火箭 一时间兄弟们死伤无数 老罗更是被一只弓箭射瞎了眼睛 眼看地面已经成了一片火海 昆仑一个飞身跳到玄关上 砍断了固定用的铁链 接着一个千斤坠将玄关踩到了地上 这才让几人有了站脚的地方 趁着火箭停止射击的功夫 陈玉楼连忙用夜视眼观察起了城墙上的情况 结果这一看 他竟在上面发现了数道人影 难道这世间真有所谓的阴兵鬼将不成 这个老药农之所以能有恃无恐地去平山 竟靠的是一只呆呆的大公鸡 老药农告诉几人 当初这只鸡在孵化出来时 天空中曾出现过祥瑞之兆 他之所以能有恃无恐地去平山采药 是因为每次都带上了这只宝鸡 这孤少想用一百大羊换这只鸡 但谁料老药农非但不肯 反而想要将这只鸡杀了 这孤少知道老药农并非诚心杀鸡 只是想做地起家罢了 寻常鸡的眼皮都是生在下方 但这只鸡的眼皮却和人一样生在上方 所以此鸡并非凡鸡 而是世间罕见的凤种 这种鸡只有湘西怒情线才有 因此又叫怒情鸡 可以驱逐任何毒邪之物 此等灵物是乃天地造化之所中 随意宰杀 必然说不懂 听完这孤少的讲解后 老药农也不免生出了敬畏之心 凡是灵物都有责主之能 因此两人打鼓 谁能把怒情鸡从笼子里叫出来就归谁 信心满满的老药农 拿着平日里怒情鸡最爱吃的灵芝不断呼唤 可怒情鸡却纹丝不动 这时 这孤少吹起了一阵奇怪的鼓声声 让原本呆呆的怒情鸡 对石变得焦躁了起来 甚至来到这孤少面前高声音教 似在于他针锋相对一阵 最后怒情鸡一飞冲天 稳稳落入了这孤少准备的竹框中 老药农曾经也是一名陆林人士 在得知这孤少乃是班山一脉的魁首后 便遵守承诺将鸡卖给了他们 班山一脉的独门口即天下一绝 这孤少便是利用了怒情鸡好斗的天性 模仿金雕捕食的声音来引他与自己对抗 寻到克制独虫之法的三人 一路有说有笑地往平山赶去 而另一边的陈玉楼等人 已经到了生死存亡的关键时刻 就连他们唯一藏身的玄关 也被攻城弩箭炸得四分五裂 陈玉楼知道只有登上城墙才能破解此阵 然而就在昆仑将他送上铁链的同时 昆仑也因没来得及躲闪连中数捡 可尽管如此 他依旧用尽最后的力气 将数千斤的铁链拉成了一条直线 让陈玉楼更快地登上城墙 昆仑 看到昆仑去世前 还在笔划着会永远保护他的首女 这让陈玉楼感到十分痛心 可眼下更重要的是关掉机关 不然大家都会死在这里 直到此刻陈玉楼才发现 原来城墙上的身影权都是一些机关假人 而这些假人身后的房间 便是机关所在的地方 陈玉楼打开房间里的地板 顿时被下面的东西震惊到了 这里不但有一套运行严密的机关系统 并且还有源源不断的弓弩和力剑 简直就像个兵器堡垒一样 陈玉楼将几只弓弩捆在一起 将它们插进齿轮中阻止了机关运作 可谁料这座机关城居然还有自火系 在机关受阻后 无数黄沙从四面八方涌进 很快便淹没了大半个城池 罗伊机关口 外面的拐子和洋副关口 总算在连续轰炸了几次后 终于炸开了厚重的石门 在众人逃出洞口的瞬间 整个地下涌道也因轰炸彻底坍坍 经历了这次生死劫难的陈玉楼懊悔不已 如果不是因为他的高傲和鲁莽 也不会有这么多的兄弟为此丢掉性命 而此时的老罗也是怒气冲天 这次行动不仅一根毛都没捞着 还损失了数十名手下 面对还有脸质问自己的老罗 陈玉楼也没了好脸色 如果不是老罗和他的手下急于贪图财宝 又岂会触发机关 导致弟兄们损失惨重 可不管怎么说 这场悲剧与他们都脱不了干系 回到船馆的这姑少在得知这个消息后 也感到十分痛心 为了鼓舞士气 他将还在气头上的陈玉楼和老罗叫到了一起 不相信一只鸡能够对抗独虫 还不停用枪指着他说是独虫 结果下一门 怒情鸡当场发飙 眨眼的功夫便抓破了杨副官的衣袭 随后怒情鸡更是一飞冲天 宛如一只猛情斑向他们哭去 好在这姑少及时吹响口气 这才安抚了怒情鸡的情绪 众人见识到怒情鸡的威力后 纷纷对其大家称赞 老罗和陈玉楼也兵士前嫌 决定再进平山探保 有了前两次的教训 众人决定这次先从平山的山脚入手 看能不能找到其他通往地宫的途径 这姑少使出班山的独门方法 通过分析渗水的速度 找出了山壁中空的地方 他断定从此处打通地洞便可以直通地宫 然而就在红姑娘准备去叫人挖洞时 却遭到了这姑少的阻挽 说根本没必要叫人帮忙 随后只见老洋人从箱子中 拿出了一团黑乎乎的东西 而这便是班山一脉用来探路挖洞的质宝 三丁四甲中的分山绝子甲 在补充完体力后 两个小家伙也开始打卡上班 只见这穿山甲钩指翻飞 分镜合机 袍挖硬土如同挖碎豆腐一般简单 大的负责在前面开刀 小的则在后面处理碎石人 不到半天的功夫 他们便打出一条道洞 找到了帝宫所在 看到这两个小家伙的速度竟如此之快 一向以开山探保闻名的谢领 老挖自己则和这姑少几人先进去探路 刚走出道洞 在场的众人顿时被眼前的一幕震惊道 此地宽阔宏伟 仿佛一座地下先公一般 然而花灵却察觉到了不对劲的地方 这里的建筑元素根本不像是元代的 这姑少解释道 这里确实不是元代人修缮的古墓 而是前朝皇帝用来炼丹的道观宫殿 一直以来 历代皇帝都渴望长生不老 纷纷召集能人一时炼制仙丹 可长生只不过是皇帝们的一场美梦 山河破碎后 这些先公经殿就成了元代将军的坟墓 随后赶到的陈玉楼和老罗两人 同样被这雄伟壮丽的帝宫震撼道 看到这里的照明工具都是八宝琉璃斩 老罗好似刘姥姥走进了大观园一般 激动地与吴伦次 立马吩咐杨副官带人将这些石柱上的宝石拆走 就当大家向帝宫深处探寻时 突然 石柱后爬出了数不尽的蜈蜈 和上次一样 凡是被蜈蜈咬到的人 瞬间就化成了一滩浓水 众人一边用火把进行抵挡 一边不停向四周撒下石灰 虽说石灰有一定的去感作用 但却并没有让蜈蜈们停下进攻的脚步 这不少剑撞连忙放出怒情机 攻击本是蜈蜈的克星 身为凤种的怒情机更是厉害 只见他一飞冲天来到地面上 瞬间便震住了这些蜈蜈 在怒情机的利爪铁嘴下 蜈蜈们要么被踩死 要么就进了他的肚子 简直就像是在吃自助餐一样 看到怒情机所到之处的同伴禁术被消灭 其他蜈蜈也心生畏惧慌忙逃离 虽然这里最值钱的东西 当年早就被援兵洗劫一空 但相对于现在而言 这里的每样东西都是价值不菲的古物 更别说援带大将军目的的东西了 这时 有手下发现了一个巨大的石门 石门后是一条长长的涌道 他们一边泼洒石灰 一边小心翼翼地缓速前行 可走着走着 空中突然滴漏了一些类似水滴的粘稠物 众人一时间也不知道这到底是何物 索性加快步伐想着赶紧走出涌道 随着他们不断深入 墙壁的两边开始出现了不少壁画 其中大部分都是关于皇帝修仙炼丹的事情 这时 花灵在一处石壁上 发现了一个非常像木尘珠的东西 这孤少见状顿时激动不已 难道他们苦苦寻找的木尘珠真的在这里不成 就在几人高兴不已时 一个手下突然发出了一阵凄厉的残酱 只见他脸部开始急速腐烂 没过一会便面部猙獰地死在了大家眼前 看到不断有弟兄接二连三地倒下 陈玉楼立刻下令原路返回 在仔细研究了一番尸体后 陈玉楼这才明白 原来他们之前看到的年夜乃是蜈蚣卵 这些蜈蚣卵一旦钻入体内 便会不断吸取血液惊奇 待时机成熟后再破茧而出 陈玉楼命人用火浆里面的虫卵全部烧死 确认安全后再进去探保 而这姑少泽一直回想着刚才看到的壁画 毕竟这是他们离木沉珠最近的一次 等虫卵清理完毕后 这姑少丽马被启怒情急冲了进去 走出涌道的众人 来到了一处镶满各种宝石的宽阔庭院 庭院中间有几座拱桥 和一眼黑洞洞的空谈 而最里面则是一栋名为无量殿的大殿 陈玉楼猜测之前一直未见的牧主光果 应该就在这里 擅长技巧之术的红姑娘 用月亮门独有的方法 打开了大殿外的狗头锁 众人刚一进大殿 便看到了一个类似于女人的背影 这姑少凑近一看 发现这原来是一个纸 因为年代久已 她刚一触碰纸人便瞬间化成了灰烬 众人顿时觉得这个大殿越发诡异 决定赶紧找到光果后离开这里 然而就在他们四处勘察时 红姑娘似乎在房顶上看到了什么可怕的东西 连忙小声提醒一旁的陈玉楼 而陈玉楼转身后才发现 老罗的头上竟趴着一只巨大的蜈蚣 看着头顶突然出现的巨大蜈蚣 老罗瞬间被吓得愣在了原地 危机关头 陈玉楼连忙上前将其推开 并让众人赶紧离开这里 士兵们一边撤退 一边不停地开枪射击 可这蜈蚣早已成精外壳就跟蜈蚣追起来 子弹根本无法伤其分 为了给其余人争取逃跑的时间 红姑娘和陈玉楼决定留下来拖住蜈蚣 可尽管两人身手敏捷 却始终无法伤到蜈蚣的要害 陈玉楼甚至直接被他甩出了大脸 看到红姑娘还在被蜈蚣追击 这姑少连忙开枪掩护 老洋人也射出弓箭进行辅助 但几轮攻势下来 蜈蚣仍旧没有受到多大伤害 就在众人树上灵后之际 怒情鸡从笼子中飞了出来 在一阵阵嘹亮的啼叫声中 怒情鸡与蜈蚣的大战正式拉开 天敌相见分外眼红 大蜈蚣也不再管其他人 是要将这只鸡杀了给自己的子孙报仇 大蜈蚣的优势在于体型和外壳 而怒情鸡的优势在于速度凝结 一鸡一虫直接从地面打到了 却仍旧没有分出个圣土 怒情鸡越战越勇 完全不顾脱落的指甲 上去就是一顿输出 最终大蜈蚣因为被抓断了一根触蚀 失去平衡跌落了谷底 然而就在怒情鸡以为是自己破胜的事 大蜈蚣又突然出现大大的圣子 直接将它撞飞了出去 众人怎么也没想到 这只大蜈蚣竟然还净化出了六对翅膀 眼看大蜈蚣要给怒情鸡最后一击 这股哨连忙吹响口气 将大蜈蚣引到了殿内 躲在暗处的花铃和老洋人 用班山独有的钻天绳 将其牢牢捆住 然后让外面的士兵均好射箭 可谁料大蜈蚣在翅膀的加持下 力气变得更大 没过一会便挣脱了束缚 被击入的大蜈蚣一个飞身来到殿外 对着刚才开枪的士兵就是一记独弓白 这股哨一边开枪一边躲闪 可很快子弹就打完了 眼看大蜈蚣即将扑向混蛋的这股哨 醒过来的怒情机又连忙加入了蛋 几个回合下来 本就受伤的怒情机完全不是大蜈蚣的对手 最终被大蜈蚣一口咬住 英勇地战死了 气愤不已的这股哨上前输出 却被大蜈蚣撞飞了出去 看到静止扑向这股哨的大蜈蚣 老洋人一个闪身来到跟前就吓了师兄 而他则被大蜈蚣的力爪刺穿了身体 老罗健壮赶紧让手下进行火力支援 将蜈蚣逼退到了大殿内 看着奄奄一息的老洋人 这股哨彻底被激怒了 拿着武器就要和大蜈蚣决意死战 同样气愤的陈玉楼也跟了进来 是要将这畜生杀了给兄弟们报仇 但谁料打斗的过程中 园台的盖子突然被大蜈蚣压翻了 而这股哨为了救他 也和大蜈蚣一起掉了下去 眼看小蜈蚣就要钻进鼻孔 这股哨只能张开嘴 然后一口将其咬死 可这种蜈蚣的体液含有剧毒 这股哨很快便感到一阵头晕目血 似要晕过去的样子 这时他发现一旁的大蜈蚣正在用内丹疗伤 于是立马起身从背后偷袭 将内丹打到了地上 看着反应过来的大蜈蚣不断向自己靠近 为了压制体内毒素的这股哨所性孤注一掷 直接将内丹吞入了肚中 大蜈蚣生气地向这股哨追去 但颈下空间太过狭小 他的翅膀根本斩不开 这股哨抓住机会连忙钻进炼丹炉 适应内丹带来的冲击力 同时他还用手中的力气 不断刺向蜈蚣相对薄弱的肚 受伤的大蜈蚣在失去内丹后更加虚弱 完全扛不住这股哨的连续攻击 看着倒地不起的大蜈蚣 这股哨将几枚利剑捆在一起狠狠刺了下去 等陈玉楼几人找到这里时 大蜈蚣已经死得不能再死了 而这股哨在蜈蚣内丹的帮助下不但解了毒 还感到气力也比以前大了些 确认完这股哨没事后 陈玉楼等人这才返回大殿 给那些牺牲的兄弟收起了尸 老罗则继续在丹井中搜刮财宝 这时一名士兵在角落处发现了一具奇怪的尸体 这人不仅肉身不服 穿着也是十分怪异 根本不像元代时期的人 反而像那戏台子上的勾死鬼 有人怀疑这是平山里的湘西狮王 但老罗偏不信这个邪 掏出枪就一步步走上去 随后他在尸体的腰间 发现了一块刻有关山太宝的金牌 上面还黏糊糊地沾着一些湿水 相传关山太宝原本也属于盗墓门牌 后来投靠皇帝后 专门负责为皇家修建皇陵 并在其中设下各种机关 但只顾着搜金摸银的老罗 哪会知道这些事情 梅过一会便将此人浑身上下搜了个金光 可除了一些黑乎乎的丹药以外 他们并没有发现任何财宝 这时一名士兵突然双眼发 接着就对老罗发起了进攻 一时间 凡是沾到湿水的人就像得了湿心风一样 听到动静的陈玉楼 还以为他们是为了财宝再打架 于是连忙上前阻止 混战的过程中 陈玉楼不小心被人咬伤了手 梅过一会也出现了同样的症状 一连捅死了好几个弟兄 随后他又来到殿外 对着迎面走来的花灵就是两刀 这突如其来的一幕 顿时让一旁的这姑少看闪了眼 一脚将还想逞兄的陈玉楼踹飞了出去 赶到的老罗也连忙吩咐手下上去帮忙 这才压制住了失去理智的陈玉楼 看着已经没了呼吸的花灵 这姑少彻底崩溃了 如今不但牧尘珠没找到 还接连失去了师弟师妹 拐子告诉众人 那关山太宝显然是在自己身上 涂了某种防止尸体不服的药物 这种药物有很强的致患作用 一旦粘上就会出现短暂的失心风 所以才导致了这场悲剧 看到陈玉楼想要给花灵拟命抵命 老罗连忙夺过手枪 表示他只是中了毒怨不得他 而这姑少在埋葬完老洋人和花灵后 一言不发地朝山顶走去 红姑娘问他要去哪里 他只回答到原木在上头 事情发展到这部 唯一能支持这姑少活下去的 就是找到木陈珠告慰师弟师妹的在天之灵 听到此话的陈玉楼顿时恍然大悟 自古以来这灵寝都是建在地底下 即便是萧山为果穿石座藏 也会把这灵寝建在山腰的最深处 所以一般下木探宝的人 都把注意力放在山腰和山顶 却忽略了山顶的位置 如此说来 他们一直没找到的平山古墓 确实很可能就在山顶 随后陈玉楼等人跟上这姑少的步伐 再次来到了之前的悬崖峭壁 结果没想到 他们竟真的在这里发现了一处山洞 和一道石门 急于寻找木陈珠的这姑少 完全不顾陈玉楼的提醒 伸手就要打开面前的石门 可谁料随着石门的打开 整个山体都跟着晃动了起来 不到一会儿的公分 平山的山顶便彻底崩塌了 不少谢领的兄弟都被埋在了里面 回到船馆的陈玉楼万念俱灰 悔恨自己当初就不该来此探保 于是决定明天就带着兄弟们离开 可谁料就在当晚 船馆里突然闯入了另一伙士兵 将他们所有人都绑了起来 而这些士兵的首领 正是一项和老罗不对付的 滇军军阀马振邦 看到马振邦命令杨副官将他处死 老罗这才意识到 是自己的心腹背叛了自己 没想到在生死神王之际 一项不着调的老罗 竟展现出了一身血血 随后马振邦又不断枪杀谢领的兄弟 以此威胁陈玉楼等人为自己卖命 可尽管如此 在场的众人仍旧没有一个屈服 这姑少见状连忙出面阻止 说自己可以带他们找到宝藏 不过需要红姑娘跟他一起去 马振邦见红姑娘只是一个柔弱女子 想也没想就答应了下来 第二天 杨副官刚押着这姑少两人来到平山山顶 便看到了一副紫金光骨 显然这是被昨天的山体崩塌震出来了 这姑少猜测这里面躺着的 应该就是那个他们一直没找的元代大将军 相传这个元代大将军就是湘西狮王 害怕的杨副官 让两名手下带着这姑少先去探路 结果没想到 三人刚上前没几步 便在棺材下看到了一只长满白毛的怪兽 看到自己竟被一只半死不活的白猿吓住 杨副官当即就要将他处死 然而这姑少却认为这白猿也算世俗罕见 既然他被压在这里 说明这便是天意 如果过于干涉恐怕会招来灾火 在这姑少的一番讲解下 杨副官也只好就此作罢 随后便命人准备开棺取宝 棺盖打开的瞬间 一具死而不服的干涉赫然出现在眼前 接着原本晴朗的天空突然变得乌云密布 显然这是不祥之兆 看着棺内的奇珍一宝 众人顿时露出了贪婪的眼神 这时一名士兵告诉杨副官 这干涉的喉咙里似乎有什么东西 听到此话的这股少顿是不淡定的 连忙和红姑娘偷偷解开绳子 与众士兵打了起来 就在他们纠缠的时候 棺材下的白猿突然发力 试图从下面挣脱出来 站在棺材上的士兵 更是被一只手拉进了棺材里没了动静 随着白猿不断发力 棺材直接被他推进了后面的山洞 而他也被藤蔓缠住一起掉了下去 见状的这股少项也没想 一个飞身扑向了山洞 因为那肝是口中的东西 很可能就是他苦苦寻找的牧尘柱 眼看到手的宝贝就这样没了 担心无法跟马大帅交代的杨副官 也只好带人和红姑娘一起进入了山洞 看着相安无事的这股少 红姑娘瞬间哭成了一个泪人 随后两人便躲到了一块石头后面 从洞内随处可见的黄金来看 这里应该就是元代大将军的牧射 为避免夜长梦多 杨副官连忙吩咐手下收集财宝 然后赶紧离开这里 在搜刮的过程中 他们发现了刚才被拉进棺材里的那名士兵 看着脸色惨白的同伴 就当他们准备询问这到底怎么回事时 一道漆黑的身影突然出现在他们身后 狮王见人就咬 没过一会的功夫 便接连吸干了好几人的血 士兵们吓得纷纷往上爬 可谁料上面的兄弟在听到狮王复活后 直接扔下绳子就好 完全不顾下面人的死 自从上次吞下大蜈蚣的内感 这姑少便感觉功力大增 于是决定和红姑娘一起消灭狮王 不然任由他这样吸下去必成大患 可吸了人血后的狮王不但力大无比 身体也变得更加扛作 两人一时间根本无法伤其分毫 杨副官知道这样下去他也活不了 于是将自己的步枪扔了过去 这姑少见状赶紧捡起步枪 对着狮王的脑袋就是一顿输出 看到倒地不起的狮王 躲在暗处的小兵以为总算得救 可就在这时 一只手突然搭在了他的肩膀上 看到之前一起掉下来的白猿居然没有死 两名士兵顿时吓得尖叫连连 回想这些人类之前还想杀自己 白猿瞬间暴走 直接将这两名士兵活活捶死 同时刚才倒下的狮王也再次苏醒 抓住一个士兵就开始吸血疗伤 无奈之下 这姑少和红姑娘只好拖着受伤的身体再次出手 虽然功力大增的这姑少能和狮王打得有来有回 但红姑娘却根本不是白猿的对手 看到飞身扑向红姑娘的白猿 这姑少连忙一脚踹开狮王 然后一个顶膝将白猿撞飞了出去 可一波未平一波又起 红姑娘一个不注意 小腿骨折的红姑娘彻底失去了战斗能力 只能看着狮王一步步向他靠近 危及关头 这姑少一记非肘打在了狮王的脖子上 接着又一个后抛摔 将狮王狠狠摔在了地上 就在这姑少压制狮王的同时 白猿举起一块石头来到了他的身后 躲过攻击的这姑少抡起一根尖锐的木根 直接给白猿来了个透心凉 看着没有了反应的狮王 这姑少连忙从他口中取出了一颗珠子 可当看到珠子样貌的那一刻 这姑少彻底绝望了 直接喷出了一口金色的鲜血 因为这珠子根本就不是木尘珠 班山一脉天生身负诅咒 随着年龄的增长 他们的血液便会逐渐变成金色 而一旦完全变成金色就会死 所以班山一脉基本上没人能活过四十岁 为了寻找木尘珠解救族人 这姑少这一路走来不知道遭受了多少磨难 甚至还失去了如同亲人般的师弟师妹 他本以为这次一定能找到木尘珠 可结果再次让他失望了 就在这姑少神情恍惚之际 狮王竟再次爬了起来 对着这姑少就想饱餐一顿 危急关头 一颗子弹及时打开狮王的笔章 这才没有让他得逞 而来人正是被绑在船馆的陈玉龙 原来一个小时前 陈玉龙和众兄弟偷偷解开身上的绳索 并成功击杀了马阵帮 而群龙无首的滇军们也纷纷投降 陈玉龙随即又扔出了一颗炸弹 听到爆炸声的这姑少瞬间清醒了过来 看着还在地上挣扎的狮王 无处宣泄怒火的这姑少 一脚踩住狮王的小腿 双手死死锁住他的喉咙 在确认狮王无法挣脱后 这姑少一边使劲拽着狮王的头颅 一边用膝盖折断了狮王的脊椎 接着他一声怒 直接将狮王的头颅连同脊椎骨拔了出 看到如此凶猛的这姑少 一旁的红姑娘和陈玉龙也不免傻了眼 然而眼下危机并没有解除 那些被狮王咬过的士兵们纷纷变异 如同一句句行尸走肉般向他们袭来 三人见状赶紧爬出洞穴 用手榴弹炸毁了洞口 将那些变异的士兵和金银财宝永远埋在了下面 事后陈玉龙为了给老婆报仇 当着众人的面处死 还想逃跑的样子 平山一行虽然损失了不少弟兄 也没有捞到什么宝贝 可一向不看好陈玉龙的父亲却并没有生气 尽管父亲指责他行事冲动 但也看到了儿子重情重义的一面 其余谢领丽氏对他这个魁首更是心服口服 在犒劳兄弟们的宴会上 陈玉龙知道这姑少和红姑娘情投意合 于是便将红姑娘许配给了她 看到这姑少爽快地答应后 陈玉龙本以为她会留下来 可谁料这姑少还是为放弃寻找牧尘珠的想法 红姑娘知道寻找牧尘珠是这姑少的职责 因此也没有阻碍 在听到牧尘珠长得像人眼一般时 红姑娘想起了在狮王牧室中看到的壁画 那壁画上就有一个长得像人眼的珠子 并且旁边还写有西夏黑水城几个字 是这个珠子吗 好像就是这个 这姑少听到这个消息 立刻决定继续探寻牧尘珠 红姑娘也承诺会一直等她 但不幸的是 三个月后的湘婴突发了一场瘟疫 红姑娘最终感染瘟疫而亡 临死也没见到这姑少最后一面 而陈玉龙和这姑少 则继续着属于自己的奇妙经历